通常中暑喝飲料 最常遇到就是越喝越渴越喝越燥 但是喝豆腐水幾乎不會 大家都把這個水丟掉 我覺得很可惜 綠豆沙其實不OK 中暑喝綠豆沙我認為是要命 最近天氣這麼熱 大家很容易就怕我是不是中暑 即使在家也可能會中暑喔 那中暑應該怎麼辦 我們前面有提到 我們會來跟大家解答 中暑阿明詞都介紹用什麼呢 登登 中暑吃豆腐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是 影視娛樂圈的一些朋友 他們常常要出外景 抗攝影機 或者是要在大太陽底下 要主持或者是演戲 他常常中暑都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辦法去看醫生 這時候我都會介紹他們 你去便利商店 買豆腐回來吃 什麼吃豆腐 不是喝清草茶嗎 不是喝飲料嗎 我就說沒有沒有 中暑吃豆腐 中暑至少分成 陰暑跟陽暑 那它跟上火有什麼區別 中暑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樣去自救呢 那我是不是喝瓜沙 還是有其他什麼小撇步 可以幫助我減緩我的中暑 這一集呢 阿明詩一一來跟大家破解 我想你先知道 上火跟中暑的差異在哪裡 簡單一個概念 中暑是我散熱不足 那上火呢 是我產熱太多 因為發炎嘛 基於這個原則呢 我在治療上 也會有不同的方向 那阿明詩說 豆腐可以消暑 是為什麼 豆腐可以去消暑是因為 豆腐裡面呢 在傳統上最常用的 一個複形劑是什麼 是石膏 鹽乳 那近代呢 有出現一個新的提煉的食品加工 叫葡萄糖酸內質 它各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跟大家簡單科普一下小知識 豆腐呢 它是怎麼做的 它其實是豆漿 豆漿這個屬於膠體溶液 它只要加上一個等電點的一個物質 去幫它點一下以後呢 這些膠體容易就會變成固體 所以說 我們可以把那個 豆漿加上一個等電點的物質 我們把它叫做A好了 它就會變成豆腐 那至於這個A是什麼 傳統上呢 發現來用的是什麼呢 就是石膏 瘤酸鈣 它是最常用的 其實石膏是中藥上常用來 一些散熱清熱的一個料材 如果是中暑這種類型 其實它也是適合用石膏來散熱 我是重點想要吃它裡面的那個石膏 而不是去吃黃豆本身 所以有人會問我說 我沒有豆腐 我喝豆漿行不行 坦白說是不行的 那豆腐它是可以遺解中暑的症狀 那它可以預防嗎 其實豆腐也可以預防 平常在攝取豆腐的話呢 對自己的一些電解質 還有鈣質的一些平衡是比較好的 如果我們體內電解質是比較平衡的 鈣質也充足 中暑的機率也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身邊上有哪些 可以持受取得的消暑的小物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石膏嘛 不過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豆腐啊 不前來都是用石膏的 很多都是用鹽乳 或者是剛剛講的葡萄糖酸內脂去做 那我就先跟大家講 如果是葡萄糖酸內脂這種豆腐 它通常沒什麼解鎖的效果 這種豆腐中有什麼特色 特別細 特別滑 所以像雞蛋豆腐啦 或者是很嫩很嫩 很嫩那種嫩豆腐 其實解鎖效果就不好 不過鹽乳的這種豆腐 跟石膏豆腐是OK的 什麼叫鹽乳 其實就是我們一堆海水 我們要去煉鹽嘛 曬鹽嘛 但我們除了鹽以外呢 還會有一鍋一個水 它是富含了很多 綠化鈉以外的這些礦物質 其實裡面都含什麼 什麼鎂啊 鎮啊 那些東西 含鎂的量是最多的 那綠化鎂 其實是也可以幫助我們的那個身體 去做電子質的平衡代謝 鎂離子其實是 我在臨床上很常建議患者要補充的 鎂又叫做什麼 放鬆離子 其實人很多時候睡不著 或身體會常常有些發炎緊繃 常常是因為鎂離子攝取不足 現在人的飲食很難去 攝取到足量的鎂 所以鹽乳類的這種豆腐 反而可以補充我們的鎂 鎂幫我們放鬆 海裡面的這些物質 又幫我們去解熱 電解質平衡 其實是非常適合中暑的時候使用 我們一樣是嘗試過之後 我認為是比青草茶 更適合中暑 豆腐含有石膏 所以才可以幫我們消暑 那我們可以自己去買石膏嗎 我們可以自己買石膏嗎 可以啦 你可以買到食用級或藥用級的 生石膏 其實可以的 但你有這個必要 生石膏 這是我用的藥材的石膏 其實那個劑量 你就不知道怎麼抓了 我覺得從食品 這樣微量 去讓自己身體重新代謝 就足夠了 可是我在傳統豆腐的包裝上都不會看到它寫石膏 它裡面真的有石膏嗎 對 通常不會寫石膏 因為寫的話 有些人反而不敢吃 但因為石膏最主要成分就是硫酸鈣 你就看一下它的有效成分上有沒有鈣 像我隨手拿了一個便利超商的豆腐 上面其實是有鈣 所以它是用碳酸鈣 另外它有寫一個叫氯化鎂 我們剛剛提到鹽乳裡面就含氯化鎂 所以說其實有鎂 那也OK 有鈣有鎂就OK 那它為了做的細一點 超嫩嘛 所以說它會有放葡萄湯酸內漬 那這個可能就比較沒有效果 但是它的口感還不錯 可以考慮 既然剛剛講到重點不是黃豆 黃豆只是一個 補助補充營養的東西 所以通常豆腐裡面這個水很重要 除了說把豆腐可以吃掉之外 這個水我一定會喝 剛剛講到已經有點口乾舌道 太中暑了 我就喝給大家看 大家都把這個水丟掉 我覺得很可惜 而且就很回甘 通常中暑喝飲料 最常遇到就是 越喝越渴越喝越糟 但是喝豆腐水幾乎不會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那個時候先不要叫手搖飲 這個會比較有用 那通常鹽乳 鹽乳做的豆腐啊 通常會質地比較粗一點 它會比較有口感 它做法也比較難 所以市面上好的鹽乳豆腐不多 通常可以加一些 我認為日式醬油 薄鹽的 那種會比較適合 但我都直接生吃 這個豆花的差別就是質地嘛 那我吃豆花有用嗎 豆花是不是又細又滑 所以豆花通常 不是用舌膏或鹽乳點的 用鹽乳點的豆花有 可是很少 田園拓海他爸爸就是用豆腐的水 放在車上 這樣水不可以露出來 對 那除了喝豆腐水之外 那我還可以喝酸梅湯啊 蜂蜜水啊 綠豆沙這種東西來解除嗎 好問題 豆腐 酸梅湯 蜂蜜水 綠豆沙一一解密 如果你是覺得 人發熱比較明顯的 就用豆腐 如果你是口乾舌燥 不解渴比較明顯的 你可以先試 烏梅汁 烏梅汁 如果是煩燥 那種感覺比較明顯的 試用蜂蜜水 綠豆沙其實不OK 太甜又太冰了 很容易把你的火氣悶住 又開始生痰 其實綠薯喝綠豆沙 我認為是要命的 那除了吃之外 綠薯我們也可以用刮沙嗎 好問題 綠薯用刮沙也是一個 是有根據的 但是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同 綠薯其實我們出分 陽薯跟陰薯 先講大多數人最多的陰薯 就是我是因為可能在室內 因為濕氣或冷氣 悶住 讓我自己好像熱散不出去 它特色是什麼 悶熱跟低燒 什麼症狀 都跟我們常見熟知的中暑 還更低一點 那這種情況 它其實是濕氣 含氣這種悶 它為主的 其實用刮沙的效果 其實沒那麼好 有容易陰薯的體質 都是氣虛的 刮沙本身其實是 耗氣的一個治療行為 所以已經虛的人 陰薯 再去刮沙 很可能第一 沒有幫助之外 越刮越虛 那反過來說 陽薯就是 我真的在曬本的時候 塵酒太陽 薯氣悶住 熱氣又比較慎 真的發炎 然後發熱 甚至體溫真的量到 一些體溫比較高的狀況 這時候可以嘗試用刮沙 因為你的氣是比較足的 那時候刮沙把一些 喝熱氣卸掉 真的會比較輕鬆 所以先分 你是哪一種類型 但以現代人來說 又是都市人 陰薯的比例是比較大 所以你刮沙 我是認為可以嘗試 但我覺得不是必要 所以中暑你是要狂喝水嗎 不管是陰薯或氧水 其實雖然不想提 但是那個 我的一個醫學院的教授 告訴我們 預防一個疾病 或治療一個疾病時 首先了解 這個病是怎麼讓人死的 中暑它如果嚴重一點的話 會可能變重熱衰竭 比如說像紅中秋胺 它怎麼樣子走掉的 水分電解質都失衡 造成心肺衰竭嗎 所以中暑補充水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狂喝水我覺得 OK 但是也不要忘了 要補充電解質 什麼叫電解質 鹹鹹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了 鹽巴 可以 運動飲料 可以 沙士加鹽 沙士比亞 都可以 運動飲料 畢竟是飲料嘛 它胖 電解質太多 這樣也不好 所以說它通常不夠鹹 如果真的中暑或小朋友發燒 想要補充電解質 建議一瓶罐裝的運動飲料 還在加半茶匙的鹽 這是大罐的加一茶匙的鹽 會比較夠 日本人有一招 我覺得很棒 補充電解質的方式 中暑發燒都可以用 最近給大家就是 味噌湯 其實味噌湯是個 在你發燒中暑的時候 它第一補充養分嘛 鹽分 還有水分 而且又好喝 至少我還蠻喜歡的 再加上剛才你們講的豆腐 哇 根本就是絕配啊 我自己真的才常用味噌湯 那傳統市場裡面 我們看到賣這種豆腐 你可以比較熟 原則上只要是稠稠的豆腐 比較有紮實的豆腐都可以 不過請注意我講的是豆腐喔 因為我怕有些人不知道會以為 冬豆腐也是豆腐 不行 冬豆腐它其實不是豆腐 哪些是分在陰鼠做使用的嗎 豆腐蜂蜜水烏梅湯 其實陰鼠陽鼠都可以去使用 尤其如果是在戶外那種 陽鼠的話 用豆腐認為有效果更強 而且它不只是預防 如果你正式在種鼠的時候 你去買一塊來喝來用 它其實即興起乎認為有幫助 都可以用 陰鼠的話 最重要還是要讓你可以出汗 除了剛剛講的這三樣以外 會建議反而用一些 薑跟豆豉 我們在韓包火裡面講過的 煮個魚湯 豆腐湯加薑 加白菜 讓自己有點辣辣的感覺 發汗其實效果更好 阿民是為大家總結一下 中暑的處理方式 像是一些 退熱、補充水分、補充電解籍 這一定是必要的 那傳統的治療方式上呢 可不可以刮沙 先分陰鼠陽鼠 如果在戶外突然中暑時呢 我就比起綠豆沙或者是手搖引 我用豆腐或用剛剛講的酸妹湯 可能更能幫助我們緩解一下中暑的症狀 豆腐水不要丟掉 反而它有一些解鎖的小妙用喔 是不是每種豆腐都有用 其實粗粗硬硬的豆腐 口感加的 解暑這效果也加 好